今天有一件事情要講呢 就是就是啊 因為我知道前一陣子大家的心情比較服服動動的 這樣的感覺嗎 然後就是 其實我一直認為就是有些羈絆它是無形的 然後就是怎麼說呢 像是看見某些東西的時候啊 會想到那個人 然後會因為那個人而喜而怒而愛而樂什麼的 反正就是看見什麼事的時候 無形之下會突然想起他 我覺得那種羈絆是無法言語的吧 就是不是單單的說什麼 我喜歡你我愛你我想你就可以去 形容出人和人之間的那條無形的線 然後就是我常常會說 大家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就是就是真的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對我來說都很特別都很重要 然後會來會支持我的 然後無論是路過跟我聊聊天 用行動真的支持我的 然後或是其實數未謀面 但是一直在遠方 然後心裡有掛念著我 然後可能或許因為時間的關係 一直沒有辦法過來看看我的什麼都好 我覺得只要給了我這麼一點點的能量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可是我覺得或許是我常常就會講說 哇大家都很特別啊 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啊 可是我覺得或許是因為這樣子的 太過於簡化的關係 會讓人覺得 嗯 我說的方式很公式化 或者是會覺得我 哎喲他是不是對大家都這樣啊 就是你知道就偶像啊 所以就很官方 他根本就不在意我們好不好 他就是你看你看你看他又在笑了 他又說他很喜歡我 他會不會根本就不記得我 就說喜歡我 才沒有好嗎 這都是真的 只是呢 嗯 但是啊我會覺得就是 嗯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會因為你們去錄了其他的成員 然後可能會有些落寞吧 我覺得這在所難免 然後可能會因為你們去了其他的台 其他的直播台 然後很用力很用力的告白 天啊我愛你我愛你 你就是我的神團 你就是我的天使之類的 然後可能有的時候就會覺得 啊好像忘了我一樣 有點難過什麼的 然後可能會因為有的時候會說 欸欸欸欸 那個誰都比你可愛 你怎麼長這樣 或者是 喔你真的是吵死了 聽不下來 傻眼等等的 嗯其實我覺得 嗯 嗯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時候啊 然後可能就有的時候會真的自己自己也會很害怕吧 因為會覺得 好天啊我這樣走的路會不會是錯的 啊跟你們稍微分享一點 應該還有時間就是 以前我常常在想說就是我的直播這麼吵真的沒有問題嗎 大家會不會覺得因為我很吵就不想看了 然後因為我太熱情的關係就被我嚇跑了什麼之類的 對就其實我也想過很多很多很多這種事情 然後也會覺得 啊天啊你們該不會因為這樣子就去推別人了 啊真的嗎 那我要不要改變我自己一下啊 像什麼王大偶像不是都會看起來很文靜 然後跳舞起來很有魅力 然後私底下感覺就非常的清淨 可是平常也不會像這樣嗨起來很恐怖什麼什麼的 對所以其實我也曾經想過 嗯是不是王大偶像才真的能擄獲人心呢 是不是這樣子的個性不太討喜呢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這些事情是不能跟你們說的 嗯或許大家會覺得 我喜歡你就想要聽你把 不開心的事情難過的事情 任何任何想要說話的事情都告訴我 可是我覺得啊 如果我是以一個偶像而自知的話 我覺得嗯告訴你們這些事情不是我想成為的樣子 因為我好幾次都有說過 我覺得我的存在是想要讓你們快樂開心 想要讓你們有前進的動力 想要讓你們覺得啊這個月可以看到好多次面面喔 好今天也要繼續加油繼續加油 啊老闆真的是好煩喔 可是今天晚上面面直播啊我要加油什麼的 就是其實初衷真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你們是真的可以忘掉今天的煩惱 嗯所以當然我自己也會不希望把我多想的事情啊 太在意你們的事情啊告訴你們 嗯可是 嗯因為我就是怎麼說呢 我不知道我一直不會把我自己太軟弱太難過的一面告訴你們 反而反而其實有些人會覺得 我的眼裡沒有你們 或者是覺得 其實沒有很重視你們什麼的 然後 嗯 但是其實我還是覺得呢 我還是覺得這些事情不能跟你們說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我很安心知道 我會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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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你們 所以 因為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不用告訴你們是原因 什麼 我在想什麼 我覺得不用告訴你們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我也從來沒有因為這樣子對你們 對你們 而有減少我的愛 反而每一次都是覺得 嗯 就是因為我超級超級無敵超級無敵重視你們的 所以我才會這麼在乎你們的感受 才會影響到自己的心情 才會一直想著 啊 我是不是如果沒有那樣做的話 他就不會繼續放我了呀 糟糕糟糕 他是不是要被調走啦 啊 是不是我一直沒有很照顧他 沒有一直跟他講我愛你 他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沒有注意到他呢 什麼的 嗯 嗯 可是 反正我現在呢 是努力的 以我自己想要的樣子 跟你們見面 所以 我覺得 雖然沒有常常告訴你們的 我到底有多多多多多多多在意你們 可是 你們是真的對我很重要 不管是帶給我快樂也好 然後寫寫信告訴我你們的生活 給我加油打氣也好 然後偶爾則罵我 偶爾覺得被我忽略了被我忍略了難過也好 其實 一直以來我都有因為你們的一字一句而努力的 嗯 盡量的 盡量的 level up一點 然後玩我自己想成為的樣子 走下去 然後也希望大家 如果是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難過 真的很不開心的時候 還是可以告訴我 但是 我覺得我應該也要慢慢學習 告訴你們 我是真的有怎麼樣的在乎你們吧 因為 從以前到現在 從 真的從一開始爭選到現在 我好像 沒什麼 跟你們說過 我會 難過啊 會 很 擔心自己什麼的 其實就是 對啊 有好幾次跟你們討論過 我覺得直播 的走向 或許不能這樣子定位了什麼的 可是 更影響我的 其實就是因為我一直會覺得 我這樣子 是不是 不怎麼會讓人 繼續喜歡著什麼的 就是因為 之前常常會有人說 天啊 這個人真的是太吵了 太可怕了 什麼的 對對對 可是現在 我已經不會這麼想了 因為 我會努力去綜合自己 然後 就是 就是 繼續 就是 成為你們喜歡的 然後我也喜歡的樣子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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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前陣子 才喜歡上我的人 還是 一直一直都陪伴著我的人 我還是想跟你們說 你們 對我的每一個支持 就是 不管是行動上 言語上 反正就是 anyway anything 就是對我來說 我都有看在眼裡 然後也一直一直都是 我的強心針 為什麼會強心針呢 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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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Kong要來了 可是 他們要來看我 好 繼續跳 繼續跳 我可以 對你們懂嗎 所以就是 你們一直都是我的力量 就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嗯 我很在乎你們 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但是我還是希望 你們看見我的時候 不要是因為覺得 沒有安全感 然後 被忽略了什麼的 難過的覺得 唉 今天這樣子 還不如不要見面 好難過 什麼的 希望你們 見到我的每一刻 都會是美好的回憶 嗯 然後 唉 因為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 才能讓你們感覺到 我是真的超級無敵 重視你們的 所以也只能 偶爾跟你們這樣說說心裡話 因為其實我覺得啊 太努力的去告訴一個人 你有多在乎他的時候 說不定給人家是一種壓力 嗯 喔 當然 嗯 因人而異 有些人會喜歡一直聽到 我好愛你喔 可是我覺得啊 我們之間強潤 堅強堅固的羈絆 是無數客都存在的 嗯 所以 對不起 就是 偶爾會讓你們有一點點沒有安全感 什麼的 嗯 我會努力改進的 嗯 好啦 調整自己的心態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很努力了 因為 其實以前常常會 就會 就會覺得 說不定直播太多的時候啊 有的時候會讓你們覺得很疲乏 然後有的時候也會覺得今天自己 是不是沒有好好的表現到 今天是不是不夠嗨啊 啊 可是今天都雅思都沒有出來耶 這樣子會不會很多人覺得太嗨啊 什麼的 謝謝滋滋 耶 謝謝大家 有啊 當天發傳單在哪裡 你還刪掉 雖然沒有聽到前面但是有get到吧 啊 也不要太認真啦 不是不是不是不要太認真 就是 不要 不要覺得太有 太有壓力啦 嗯糟糕我剛剛講的話會太有壓力嗎 還好吧 總之 總之總之 嗯 因為你要大學更開學了 就想的比較多 覺得自己課業學業 學業跟就是像跟你們的互動啊 演藝事業啊 然後跳舞啊什麼的我都要好好兼顧好 所以我會更努力的 遲一往 就升雜貓 那家人的立場 我會做好了 可以你堅持一下嗎 我不能割一個 我會做的話 一會兒 誰不能割一個 死亡 誰不能割一個 一會兒 謝謝房子